眼前打人的女孩叫小静 今年14岁 来自安徽富阳 被打的中年男子是小静的父亲 面对小静的拳打脚踢 他不躲不闪也不还手 那么为什么小静要当众对父亲打不敬呢 事情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小静父亲今年41岁 长期在外打工 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和妻子离婚了 小静一直跟着外婆在老家生活 直到今年2月份 小静的父亲从外地回来 从外婆那里把小静的抚养权争了过来 小静被迫辍学跟着父亲外出打工 此后小静随着父亲漂泊他乡 居无定所 父亲打工赚钱 小静就待在工地或者出租屋里 而生心耗酒的父亲 有时喝多了酒 就会对小静又打又骂 小静父亲说自己打骂女儿不对 但目的是想让她学好 不要成天跟不三不四的人接触 今年9月父女俩来到南京 父亲外出找工作 小静则偷偷地跑到一家酒店打零食工 后来在外地打工的小静父亲得知情况后 又生怕小静被坏人骗 立即赶回南京 租了房子把小静接了过来照顾 谁料小静父亲的一番好心 却没有得到女儿的认可 父女俩的关系彻底闹僵了 小静表示父亲打骂自己忍就忍了 但是为此无端造谣 还为此和家里所有的亲戚都闹僵了 今天上午小静和父亲一起来到马群派出所 虽然父女俩闹得不可开交 但毕竟不是外人 最后经过协调 小静同意回安徽老家 由于害怕父亲中途又出什么状况 他希望能由南京市救助站负责将自己送回家 拿五个钱给他 好吧 可以 到那边去那边 到那边去那边 好吧 随后马群派出所民警将小静送往南京市救助站 救助站将在近两天安排送小静回家 继续与外婆一起生活 而小静父亲也表示 自己可能太呵护女儿了 将来可能会考虑多给他一些空间 让他继续完成学业 自己也会按月份邮寄生活费